好 欢迎订阅平安 今天我们与会和并且分享一心一经的第二章 第一到第二十节的经文 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是梦想家 有些人是石杠家 石杠家和梦想家的区别永远是行动 一个石杠家他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做的梦 但是他在上代自己的同时 也会具有极强的一种行动力 许多成功的人他们既是梦想家 也是石杠家 像比尔盖茨或者Steve Jobs 都是这样的人 在中国常常有人说 三个姓马的很有钱 是梦想家也是石杠家 哪三个姓马的 一个是马云 一个是马化腾 马化腾就是微信的老板 完了第三个是谁呢 有人告诉你说是马斯克 马斯克是梦想家 你知道连我的儿子都知道他是谁 他也是石杠家 他有很多的梦想 有人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但是现在呢 茫茫的在他的手里面都变成了现实 所以他是梦想家 也是个石杠家 但是很显然今天我不是在讲他们 也不是在讲例子故事 鼓励大家去创业去做事情 虽然你知道吗 这个课题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梦想家要成为一个事业的梦想家 他梦想的就是要自己要成为一个事业的梦想家 事业的石杠家 科技的梦想家 科技的石杠家 但是是否有人要成为上帝国度的梦想家 上帝国度的石杠家呢 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是 你知道吗 亚伯拉罕他有梦想 约瑟有梦想 大魏有梦想 保罗有梦想 但是呢 上帝国度世界里面也需要石杠家和行动者 亚伯拉罕是一个行动者 约瑟是一个石杠家 大魏也是一个石杠家 如果你看保罗的话更是如此 今天我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一个梦想家 一个石杠家 这个人就是尼西米 今天是尼西米的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八节 但是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 第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的经文 以后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墙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羞辱 我告诉他们 我神赐恩的手 怎样帮助我 并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奉勇 做这上宫 好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 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让我们认识自己 在圣经里面 灵受上帝 你记得这一段的亲吻 所带给我们的教导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上周呢 牧师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了尼西米的祷告 那在尼西米祷告的最后一句祷告 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主啊 我求你彻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接下来说 是你的仆人献金恩通 在王的面前怎么样 蒙恩 所以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知道了 尼西米的祷告非常的伟大 但是尼西米最后的祷告显示 他是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他自己的祷告 对于尼西米来说 祷告不是表演 祷告不是懒惰的交托 祷告是把心中的负担 并且愿意用行动来完成 所以尼西米不仅仅为耶路撒冷祷告 他也愿意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愿意走出去 所以他是一个愿意走出舒适圈的人 所以尼西米原本他可以舒舒服服的 在王宫里面做他的酒镇 过着一个高品质的生活 是一个王所信赖的人 但是呢 当他听见上帝的百姓遭大难 受领卢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城墨被焚烧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心就被激动起来 他在神经面前祷告 但是在最后祷告的时候 他说主啊求你让我在王的面前蒙恩 蒙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能够找到机会 有机会能够怎么样 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尼西米知道 酒镇不是他的人生目标 尼西米知道 耶路撒冷才是他梦中之境 建造城墙 才是他的人生使命 所以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 但是尼西米也是一个行动的人 或者说尼西米是一个梦想家 尼西米也是一个行动者 是一个石杠家 他愿意为他的梦想 愿意为他的祷告 愿意为他心中的负担 他走出收视圈 他带着使命要回到威胁之际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圣经是什么呢 是他抓住机会 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是尼西米在祷告的所发生的 一个时间是什么 是亚大学习往二十年 是基十六月 基十六月大概是犹太教立的九月份 或者说是现在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中旬之间的 但是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 是尼撒月 是相当于现在的四月份 也就是说第二章已经距离 第三次的祷告的时间 是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四个月的时间 尼西米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或者他在祷告 或者他在继续地持续性的禁食 或者他在处理家庭的事务 或者他正在为回归耶路撒冷做准备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后面 王问他事情的时候 他能够对他留留 他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 显示他有准备 或者是说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找机会 一直在计划着 终于有一天 他面带愁容的时候 王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于是呢 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向王表达了 他要回归耶路撒冷的决定 各位亲爱的 我们不禁要问 他的愁容 到底是不经意之间的表露的 还是为了表演 也就是说为了特别冒险性的一个计策来的 你说是哪一种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在王的面前显露出丑笼的话 在理论上 王是有权 叫他赐死罪给他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当时无论如何第二节的经文显示了 你看第二节的经文 当王问他的时候 完了怎么样 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尼西米怎么样 是圣惧怕 他是怎么样 是很惧怕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 当时尼西米怎么样 马上又抓住了一个机会 向王说 他要回到耶路撒冷 他要回归去重建城墙这样的事情 而王竟然也抓住了他的要求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尼西米他抓住了一次美好的机会 或者是说 他抓住了一次能够做事情的机会 接下来的经文会告诉我们 第二章的第六节 这就说明尼西米的计划 是有具体和详细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王问我说 你要去那里 要多少时间 几时回来 这个时候我就定了日期 也就是说 说明是什么 说明这个尼西米他早有计划的 当王一问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马上把自己的计划 给告诉他了 所以当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去的时候 尼西米告诉他 王啊不用放心 来回机票都买王了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回来 他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定了 不仅仅如此 在得到王的应许之后 答应他可以回归的要求之后 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继续要王赐下招书 给予他行程上的方便 而且希望怎么样 能够提供木材资源 不仅仅往答应他 而且呢 王也派了这个军长 马兵护送 尼西米回归耶路山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一集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尼西米他是做足差的计划 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木材 他也知道这个木材 可以从哪里得到 甚至他也知道 这些木材将来 要用到什么地方 所以这些他过去怎么样 都做过的计划的 所以对他如流 王要什么 王主问他要什么 他就要把自己要的 很细节地呈现 这说明什么 说明尼西米是一个 有准备的人 他有调查 他有传品的计划 他有目标 他的目标甚至非常地清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仅仅如此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了 尼西米的计划 是具体和详细的 而且怎么样 还有一个细节 第七节 尼西米要求王呢 就自我招书 通知大河西的神长 准我经过 这是什么意思 显示了 尼西米 他对未来的风险 有评估的 他可能预测到 未来大河西的神长们 可能会难为他 所以对他的事工 有阻碍 所以他就提前要求 王尼赛下招书来的 以至于 他以后 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 可以提供一个 很便利的方式 也就是说 尼西米他知道 自己的困难是什么 并且他提前思考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 不仅仅如此 这个尼西米 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一个人 你看到后面的经文 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 你看到他到了 耶路撒冷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三天 他就夜间起来 巡视耶路撒冷 要知道 从巴比伦 到耶路撒冷 大概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他只是休息了 和调整了三天 所以他在夜间就在一个 当他的城墙里面去巡视 他可能在考究考察 旧城墙的破坏程度 一变以后 他重建城墙的时候 提供知识上的资讯 但是问题就是 他为什么夜间出行呢 他为什么要隐瞒 当地的光长和百姓呢 这或者显示了 尼西米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 他很沉得多知气 他知道他预见到自己作为一个新上力的光长 当地的一些人对他肯定是什么呀 有反抗之意 所以他先做好一些准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些经文都显示了 尼西米很谨慎 他不当有计划 他有行动力 他对于风险进行评估 并且他知道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是一个灵秀吗 这是一个灵秀吗 我告诉你不一定 顶多他是一个怎么样 行动力极强的人不是灵秀 为什么呢 灵秀是什么 所以我以前我的院长常常说的 灵秀是什么 灵秀就是当你在前面走的时候 后面怎么样 有人在跟着你 这叫灵秀 如果你在前面走 后面没有人跟着你 那是在散步 不是灵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尼西米真正的灵秀 他不仅仅自己做 而且他能够分享印象 用现代的话来说 能够讲故事 他能够带动大家一起来参与 他知道未来的世界是什么 他用 当时呢 他要把这些 他要把这些怎么样 事情跟怎么样 分享出来 你知道现在 大家都在 AI会把我们给代替了 对不对 最近在中国 如果有武汉出租车 那个白度公司的出租车 有一万两还是几千两 我忘记了 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 便宜得不得了 十公里以内只有四块钱 都是在 所以可能有人就很担心 可能会对将来五千万的人 可能会失业 出租车司机 还有包括滴滴的那些 像我们的Uber那样的司机 可能都会失业 所以大家都在考虑 人都会失业 但是你知道吗 好来 那个硅谷的人会告诉我们 有一种人不会失业的是什么 就是会讲故事的人 不会被代替的 将来的世界 将来的世代当中 讲故事变成一个核心技能 你看看 马云很会讲故事的 Steve Jobs很会讲故事的 马斯克也很会讲故事的 尼西米也很会讲故事的 你看到圣经里面第17节 我就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罪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缝伤 你们都看见了 所以这段的经文 是一种概括式的一个论述 但是我相信在历史事实上 他应该讲了很多 而且应该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如果我们简单看的话 他不仅分析了具体的需要 具体需要是什么 耶路撒冷荒凉 城门本来 被火封伤 而且他加上了一句 你们都看见了 加强共情 接着呢 他就上架子了 我们说就进入这个架子了 他说让我们重建圣殿吧 为什么 免得我们受凌卢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最后呢 他又向他们表达了 我现在所拥有的资源是什么 怎么说的呢 我告诉他们 上帮上帝 上帝慈恩的手 怎样包住我 而且呢 我也告诉他们 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把上帝 跟王给抬出来了 所以横去说服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 注意啊 我们起来建造 是我们几年前的一个主题 这句话起来建造 不是尼西米说的 是谁说的 是尼西米分享异象之后 弟兄姐妹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这些灵秀们 他们说的 其实建造这个词啊 在尼西米里面 一共用了24词 但是作为一个意象 作为一个意念 提出来呢 只有在这一章当中 一共四次 在第五节里面 是他在王的面前是说 我们怎么样 要重建圣殿 重新建造 完了第二章的20节里面呢 是他呢 在别人的面前 那些敌对他的人 他说的 我们要起来建造 27到28节里面 是尼西米分享了说 我们要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羞辱 这个时候 听往了 这个尼西米的预想 分享之后呢 这些百姓和他的长官们 他们说 起来吧 我们起来吧 一起来 重建圣殿 所以尼西米 对不起 重建城墙 尼西米的起来建造 至少说明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这个起来建造 它是不是凭空出来的意念 而是经过祷告的验证 尼西米的祷告 和王的拆派 以及事实需要的理性调查 尼西米夜间去寻访 耶路撒冷城 之后 产生了一种 重建 城墙的一个共识 起来建造 不是出于尼西米 他作为灵袖权威的命令 你们要顺服 你知道尼西米当时是刚刚的 一个新人 还没有新增权威 而是这些百姓们 被激励之后 被尼西米的意想激励之后 由百姓自己提出来的 一个共同的回应 起来建造 它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而是上帝的百姓的一种觉醒 他并且愿意为之付出行动 事实上圣经会告诉我们 于是他们奉勇坐这上宫 他们奉勇坐这上宫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实践 我们的祷告内容 阿们 第二 我们相信上帝会为顺服他的 有预备的人提供机会 阿们 我们需要懂得化我们的意想 或者我们的梦想 为我们的策略来行动 第四 我们需要为自己定下具体的目标和计划 我们需要为服侍预备 和追求更多的支援 阿们 这就是尼希米的上帝国度的梦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做广理 或者你知道尼希米记里面 最多属灵书记是什么 就是学习尼希米的属灵领导力 前面说的都对的 我们都应该应用的 但是尼希米记里面 到底只是在建造城墙吗 我们只是在学习尼希米的领袖学吗 各位亲爱的亲信心 不应该是这样的 确确实实 尼希米主要他主力建造城墙 和修理城墙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里面的话 除了尼西米他修理城墙以外 祷告和敬拜 葬具了尼西米记里面的重要部分 尼西米记 祈求上帝纪念这样的祷告 是尼西米记里面一个重要的标志 尼西米记很重要的 他也回应了 这些回归上帝的 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 他们应该是一群 分别为上的一群 所以呢 你们这些人 只有你们这些人 才能够一起来建造城墙 而且你们这些人 不能够与外祖通婚 你们这些人安心日不可做买卖 所以你知道这是尼西米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说的是 尼西米他的事工 不仅仅是建造城墙 尼西米他重要的事工是什么 是建造以色列人的心灵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他要回归耶路撒冷 为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对于尼西米来说就是他的信仰 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野心 不是因为基于他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是因为他的信仰 也因此回归耶路撒冷就变成了尼西米 他信仰的一种实践 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 就是在第一章的祷告文里面 你知道吗 尼西米第一章第五节的祷告的时候 他说耶路撒天上的神 大而可谓的神 你像爱你守见面的人 守约施慈爱 所以尼西米看待以色列百姓 是与上帝立约的指名 他认为正是以色列人犯罪 毁约 所以上帝使他们封上到各国 而现在呢 上帝要这些百姓回归 所以对于尼西米来说 回归耶路撒冷 是他的信仰的实践 建造的城墙 是他的信仰的一个工作 尼西米相信上帝 他相信独一的真神 而问题就在于 我怀着这封信仰躺平吗 还是我带着这封信仰 去实践上帝所托付我的 就是什么 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城墙 重建以色列人的心灵 帮助他们离开安逸 离开罪恶 帮助他们回到上帝的群体当中 尼西米为了这样的选择 他选择了在信仰道路上 一个不平凡的路 不躺平 他寻的行动 他以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信仰 要躺平 这是我第一个应用 我想问一下 请问躺平的英文词应该是什么呀 躺平的英文词 Lying flat是什么 还是什么 我告诉你就是躺平 维基百科是用躺平这个词 拼音的躺平 你知道对于年轻人来说 躺平体现了一种自我价值的觉醒 他觉得自己我过去太拼了太累了不值得 而且我这么拼我不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我要为自己而活躺平了 就没有剩余价值给这些老板 给这些房地产商 跟Iron Marx被他们压榨了 如果我选择躺平了 我就没有韭菜给他们割了 所以呢你知道吗 但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了躺平 另外一个英文翻译是Quiet Quity 在《今日基督教》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先看到中文的文章 它的题目就 《别在教会里躺平》 副标题我很喜欢 无论是登高几乎或者是安静地实践 它的实面 别让我们别放弃 别躺平 但是我后来一看这个作者 这个是Rachel Moore 是一个英文作者 他怎么懂得这个躺平呢 后来我再去查的时候 他说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英文世界的年轻人 也都在讨论一个类似于躺平的概念 其实不仅是英文 我后来才查知道 在日文世界 在韩文世界的年轻人 都在讨论怎么个躺平 类似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Quiet Quitting 在英文世界里面 这个Quiet Quitting就是 也是在社交网络里面 一个热的话题 他好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拒绝接受任何超出我本分工作以外的事情 就是说老板交代我的任务 我完成了事情 我不要多做一点 我不要勉强自己 我放弃了努力进去的想法 你知道以前的清教徒的文化 就是能要努力进去 他说我要放弃了 我要做最低限度的事情 老师默太尊认为 这反映出人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愿意放弃这样躺平 他们觉得无论我做多么的努力 都没有办法去带来影响 事情好像也都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怎么样 我就躺平 Quiet Quitting 这很类似于在中文世界里面的躺平很相似 老师默在这里面指出 他说他发现在现今的教会里面 这种的想法是真实存在的试探 他说我们这些看着教会发生各种事件的人 可能会很容易得出同样的一个结论 好像我们无论我们要做什么 都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我们可能会继续参与教会的生活 我继续祷告继续教导人继续服侍 但每当面对类似的教会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们并没有真的期待发生任何改变 就这样了 我们教会就这样了 我不期待改变不了 我也一直尝试过 所以我放弃 我只要把我自己加给我的 一些事情我做好了就是了 你知道吗 圣经保罗的教导是 殷勤不可朗度 要心里活了 要常常服侍主 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要多走一里路 他说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放弃了 就这样了 我能够做就做了 我对意料之外的计划 加给多的一些服饰 我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 为什么会谈平 我们很多的理由是太累了 工作太多 公司已经很忙了 对不对 这可能是吗 是这样的吗 我们这些年轻人工作灯 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很辛苦 他们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需要防省的是 真的是我们太多 没有时间吗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不是躺着刷手机 我们看TikTok 我们看YouTube 我看得很好 很开心吗 我们可能在玩游戏 我们在shopping的时间也很多 我们可能在逛公园 我们去做很多 看电影 做很多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者说 我为什么放弃 是不是因为我灰心了 我对教会 我对教会的未来 没有盼望了 或者说真的是 我的优先秩序出了问题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罗叔默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后来说自己遇见了一个 大概19 20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给他分享了 他毕业之后 他要追寻他的祖父的脚步 他的祖父是一个汽车修理师 他不仅仅为他的社区修理车辆 而且他一辈子 在无家可归的人当中 收容所 或者在监狱里面去服侍 去分享福音 去爱那些被社区 许多人遗忘的那些群体 完了这个年轻人告诉他说 他想自己 要像自己的祖父一样 他要学习一门技术 并且精益求精地去实践他 同时学习如何向囚犯 向无家可归的人 向那些弱势群体去传福音 当这个年轻人躺着 他要走入非基督徒之间 以爱和诚实的方式 来诚信耶稣的时候 罗叔默他说 他在他的脸上充满了喜悦 突然之间 这个作者说我离开的时候 我充满了感动 充满了火力 我对教会的未来感到无比的振奋 他说这一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祖父 是他的孙子渴望 并且完全效法的福音典范 他说我甚至不知道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否还活着 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当时他的事工 仍然在发光发热 持续地为他的孙子提供动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回到教会里面 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有很多 像历史这样祖父的人 在教会里面 有些时候我会感到很惭愧 你知道我们是在台前服侍的 对不对 你看到的是我们在台前的我们 但是事实上在教会里面 很多的弟兄他们在幕后 他在厨房里面 他在影音部门 他在楼上 他在周间 很多人参与在教会的服侍里面 他们都是默默地服侍 甚至有看到有个弟兄 他像上班一样的 他定一个时间 我在这个时间有时间 你们在这个时间找我 因为他换工作了 我看到那个信息的时候 我突然非常的感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事实上 不是quiet creating 是精益求精 是多走一里路 不是在信仰的道路上躺平 不是在教会里面 要做什么 起来建造 其实这个次我回国的时候 我触动非常的大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五年没回国了 也知道国内的环境 比过去更加的恶劣 我在想大家遇见事情 躺平最好了 对不对 有挑战 躺平最好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我其中一个主义 回到我过去成长和服侍的教会里面 你知道有没有 跟过去不一样 有 我过去那个教会是很大的 有一栋教学楼 他平时有三四百的儿童主义学 在那个教学楼里面 但是那个教学楼 现在这一次我还特意去干了 空空颅也一个人都没有 往来我跟我的两个大的孩子一起去 往来一起去的时候 他知道我带孩子来 他就很紧张 他就告诉我 我是搭这个滴滴车的进去的 他说你不要停在停车场 你要进里面 进里面 不要让孩子下来 不要让孩子下来 弄得我好紧张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上周刚刚有人过来检查说 看里面教会有没有小儿童 因为他不让儿童聚会 所以你外面有摄像头 所以你不要停在停车场 你要进去 所以我就开进去了 孩子下来 我本来想让孩子参加儿童主学 看看那么多孩子 也让他感受一下气氛 但是他们都是在别的地方聚会 教会在这几年 在外面他说买了很多的房产 因为针对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的儿童都是在别的地方 那教堂里面就是没有儿童 所以那天我的儿子就在楼上 我有个花楼就在楼上一个聚会 你知道我这个教会 我从小到大我也服侍了很多年 说实话我一直很想念 我以前在这个教会里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是当时这个教会里面 唯一的全职传道人 所以我回来之后 我很有负担 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知道吗 当时那个时候做的时候 很多都没有成功 但是这次回去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 我那个时候想做的 他们都做得很好 所以特别是我过去讲道的时候 你知道 温州礼拜堂以前都是用温州话讲道的 我在这十几年里 在这里面没有用温州话给你们讲道 所以用温州话讲道又不会讲 我都每次很紧张 叫他们 当时他说这次不用温州话讲道 用国语 用普通话讲道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上午那段时间 本来是一天聚会的 长辈们年轻人都在用温州话崇拜的 他说现在的 现在的上午这段时间 最好的时间都给年轻人 用普通话讲道 你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的 这个是对当时 以前是在旁边 我那个时候就像在旁边 做一个国语堂的 都不成功 现在他整个把大堂都变成国语堂了 这是改变了他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传统 你知道这些长辈们怎么说 为了年轻人 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愿意改变几十年 上百年的一个计划 为了这些年轻人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那么多年轻人 很多我都不认识的 当然这些理论 很多都是不认识的 这是在花儿楼上的 这是我在讲道 这是他们做圣仓的时候 因为我讲完道之后 做圣仓 他们都是跪下来的 大概三百 因为年轻人的聚会 他有两场 一共这个教会 一共有五场聚会的 现在有五场聚会 年轻人的聚会有两场 这是上五场 往上的还有一场 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看到 我以前没有那么多年轻人的 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我觉得好感恩啊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都想到是什么 其实我在不在不重要 你在不在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上帝正在建立他的教会 我不遗憾 我过去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努力 因为我在敬上 我当时我要敬的责任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在回到过去的时候 我会告诉当时焦虑的自己 说不要放弃 应该有盼望 上帝一直在教会里面 上帝没有离开教会 这个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们古去国语经济会是上帝所设立的 但你听到这个 异想四十五的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 牧师说他一定不在了 我在想我也不一定在了 我应该这么讲 牧师说一定不在了 我是不一定在了 说实话 当我看到这个 这个异想四十五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不是因为我 我今年正好四十五岁 而是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我有机会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分享 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也在我们北美 他去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服侍 他希望能够为主做一点事情 但是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压力巨大 他说很多的长辈 你知道北美的华人教会 四五十年的三四十年 基本都是很少有年轻人了 所以他说教会的长辈 很多的事情他都不只 完了这个长辈对他说 哎呀不要再折腾了 我们都老了 你知道这句话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听到 我以前看过文章 我看得到过 当一个年轻的人 在教会里面 要为主做更多事情的时候 长辈们说 过去是长老的执事的时候 不要再折腾了 我们都老了 你就陪着我们老去就好了 他的潜意识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是亲耳听到一个床道人的风响 所以我非常的难过 当时我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说 一想四十五 我们为了四十五年之后来打算 我很感动 提出这些人的人四十五岁一定都不在了 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未来 所以教会的长辈们很积极地为了未来做梦想 为着未来的教会是怎样的 在拓掌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准备 这是巨大的国度胸怀 人会美的 但是上帝 仍然爱他的教会 各位亲爱的兄弟们 他不是为了过去 不是为了未来的城墙 他不是为了未来的第二期 我们有第二期 或者我们有第三期 他是为了未来上帝的国度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一直在学习 对不对 与尼西米的城墙 请问尼西米的城墙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学习尼西米的城墙 建造城墙 接下来的几章里面 下一桌再下一桌再下一桌 都在学习尼西米的城墙 请问尼西米的城墙在哪里 在这里 尼西米的城墙现在是这样的 它只是考古上用的 尼西米的城墙在哪里 不见了 那我们还要建造城墙吗 我们还要学习尼西米 如何去建造城墙吗 一定要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这里面的福祉 不管你会福祉多少 请你尊重珍惜你当下的福祉 因为我更相信 尼西米在那个时代的福祉 虽然现在的城墙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上帝纪念那个时候 尼西米的福祉 阿们 无论45年我们会是怎样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忠心为主摆上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纪念 上帝会知道 教会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教会 不是我们几个牧师的教会 不是我们理事执事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谁的教会 是上帝永生神的殿 是上帝的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有祷告吗 如果有的话 我们需要被提醒 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我们的祷告 从更大的更大的一个角度 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吗 相不相信 如果相信 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相信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这份福音 这个福音也包括了我们对这份恩典的回应 尼西米是一个梦想家 他是行动者 保罗是一个梦想家 他也是行动者 耶稣基督 他是梦想家 他也是行动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前段时间 上一周 我们前天我们麦子团契 查到经文是在耶稣在客信里面祷告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二节 会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祷告说 父啊 你若愿意 请把这杯撤去 但是接下来他说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识 只要成就你的意识 之后呢 他走向十字架 他成为行动者 所以今天的我们不该安于现状 不该躺平 不该亏顶 不该放弃你的盼望 我们以开放的心 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提醒和责备 起来建造 不要忽视忽略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在我们的教会所提出的建议 一些意见 保持最起初的活热的心 为主来梦想 做主的活计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祷告 祂求祢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人 我们愿意为主献上 求祢能够感动我们 就像你当时感动 尼西米那样的感动我们 起来建造 不是物质的房产 而是建造心灵 而是建造这个社区的福音事工 求祢能够帮助我们 祢能够帮助我们